哈喽我这里是扫银子在 今天是5月19号 见证出了超级巨一步捕捉活动 他把我想说的都说了 矿野全地区红柱均可能出现超级巨甲抗一步 这次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超级巨肥宅皮神 这个已经结束 第二阶段就是超级巨甲抗一步 活动时间5月19号早上到5月26号早上 第三阶段超级巨电线杆喵喵 活动时间5月26号早上到6月2号早上 参加活动前记得接收一下矿野地区新闻 介绍一下超级巨一步 原本只有玩过Let's go一步的玩家 才能在车站领取 特殊技能超级巨热情拥抱 效果是让对方所有与一步性别相反的宝可梦 陷入着兵状态 处于着兵状态的宝可梦 使用招式时有50%的概率不能行动 有点弹层 万一你这边搞了母一步 对面也有特殊癖好 全是母怪力那种对吧 然后就不行 而且超级巨一步无法进化 种族值加财也就325点 隔壁的肥宅皮神 好歹有个剑珠强行撑一下场面 超级一步就很难顶了 特性有三种 普通特性逃跑或者适应力 梦特性危险预知 适应力可以让本系威力加成 从1.5倍变成2倍 危险预知效果是 对面有克制你的技能 想要干你时你会菊花一解 另外注意一下 一步的野生公母比是7比1 坑里也应该是同一个比率 我早上刷了好几只全是公的 我的比较稀有 再来介绍一下超级巨 电线杆喵喵 活动出现时间是5月26号早上 基本只有在剑盾发售 头两个月内游玩的玩家 才可以在神秘礼物中领取一只 特殊技能超级巨特大金币 能让对方全员陷入混乱状态 在队软结束后可以获得金币 第一次使出这个招式时 可以获得100成使用者等级的金币 第二次使出时 可以获得200成使用者等级的金币 第三次使出时 可以获得300成使用者等级的金币 所以超级巨面帽的等级越高越好 携带在第二矿洞门口 获取的护服金币 或者水系道馆下方即时购买的 幸运薰箱效果更佳 最后再来说一条新闻 5月的网络大赛即将举办 参与奖励是换装道具高级球T恤一件 只要在比赛期间参与一把对战 即可领取低宝 前两次活动是精灵球还有超级球T恤 下次不知道会不会来个大师球T恤 报名时间截止到5月22号早上8点 报名方式是通过 主界面中的VS按钮中的互联网大赛 比赛时间5月22号早上8点到5月25号早上8点 另外本次大赛有点特殊 因为种种原因 打入亚太地区前128名的玩家 有机会参与官方举办的线上大赛 5月是预选 7月是次选 最后在8月进行决赛 如果你想挑战一下这个前128名 还需要在宝可梦官网上注册PlayerID 将注册的PlayerID与NS上的NNID关联 具体方法请搜索夜将发的这篇帖子 学会如何参赛去世界的舞台一展身手吧 这篇帖子 不过我没有打算参加 前128名对于我这种刚入坑的菜季实在太难了 注册方式也比较繁琐 你们经常打对战的老优条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老优条应该也没有看我视频的 应该都早早报名好了 为你们加油 成为Pokemon Master 儿时的梦想呀这是 OK我们下次再见吧 记得点赞投币哟